联系移民局和议员加快绿卡和签证审理的流程 我们在这里提供三种联系方法的具体流程说明和常见问题解答 美国移民局处理绿卡申请 包括I-485和相关的I-765公卡 I-131回美证申请 以及其他公卡申请 比如H4EAD、J2EAD、L2EAD、OPTEAD等等 移民和工作签证申请 I-140和I-129 包括EB1、NIW、PERM、I-140、H1B、L1、O1等等 以及签证转换、延期申请 比如B2延期、H4延期 转换身份到H4、F1、F2B2等等 经常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此外,如果申请人没有收到邮寄的收据或批准书 收到的文件上面有错误 要求打指纹改期、面谈改期 或者有其他变化 也经常要等较长时间没有回音 面对这些情况 申请人会比较着急 那么,怎样应对何处理呢? 首先坦率地说 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 很多时候只能等待 一些I-140和I-129申请 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但是移民局需要另外收费2500美元 其他申请可以要求 Expedited Processing 这个一般要求申请人 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和证据 比如家人生病 自己或者雇主面对严重的财务损失等等 只提到自己等得很着急是不够的 移民局也定期公布各种申请在各处办公室 和处理中心的审理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参考 比如我们有很多客户的绿卡申请和公卡申请 没有到这个时间就提前批准了 而且往往没有经过面试 另一方面 并不是说 你的申请按照移民局发布的处理时间表排到了 或者你知道的其他申请人 与你提交时间相近的 获得了批准 那么你的申请页就可以在这时批准 这个是case by case的 每一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另外 有一些申请人的背景比较复杂 或者批准起来比较困难 也会遇到申请被移民局拖延较长时间 得不到处理的情况 那么 如果申请提交以后 等了相当一段时间 还没有动静 或者确实有急需 想要尽快得到批准 还有什么办法呢 联系时可以考虑的常用理由 请参见我们律所的另一篇文章 办理绿卡公卡或签证时 怎样说服移民局 取得豁免或加速 第一 可以给移民局打电话 或者在移民局网站联系 电话号码是 1800-375-5283 拨通电话以后 听过了录音 可以回答 info pass 就能接通真人客服 一次不行 就连续回答两次 类似的 在移民局网站上面 右上角留在线客服Emma 可以用键盘输入live agent 要求与真人客服对话联系 需要注意提供自己的姓名 出生日期 申请号码 住址等信息 联系是需要有技巧 强调自己这个申请的特别之处 如果需要 也可以联系律师 与移民局的客服三方通话 我们帮助一些客户解决了问题 第二 如果在联系了移民局以后 没有解决问题 还可以联系移民局监察办公室 在网上填写和提交7001表格 同样需要解释要求加快的理由 和此前联系移民局的经过 我们帮助一些客户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 第三 除了上面两种办法以外 还可以联系本地的议员 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 要找到代表你的议员 参议员每一个州都有两个 都可以联系 众议院呢 在www.house.gov 网站可以输入自己的 ZIP Code 找到自己所在选区的众议员 有11个ZIP Code 包括了可能有不止一位议员 还可以进一步输入自己的详细住址 确定你自己的住址 或者工作地址 在哪一位众议员的选区 一般来说 众议员面对的选民 人数要少一些 更有可能做出回复 确定要找哪几位议员以后 连到议员的官方网站 上面一般会有 然后 议员网站一般也要你输入地址 以确认你确实是在他的选区 接下来选择agency involved 以及个人case的情况 需要简洁清晰地解释你遇到的问题 提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在网上提交相关信息以后 议员办公室一般会联系移民局 然后回复你的要求 但是 议员询问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有用的 有时候会回复我们已经问过移民局了 移民局说 申请还在处理中 还没有超过正常处理时间 或者还需要进一步审理 请继续等待 如果遇到这种回复 又确实有紧急情况需要得到尽快处理 比如家人生病 或者自己如果不能开始工作 或完成身份转换 就会面临重大困难 那么 还可以进一步通过email 或者电话联系议员的助理 如前面提到 要简洁清晰地写出 自己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请继续等待